娱乐中心攀委报道李昆成大肠癌病逝 儿子卓轩在脸书贴出儿时被父亲抱在怀里哄睡的片 图李卓轩提供资深词区创作者李昆成 九日经大肠癌病逝的消息 李昆成的儿子透露父亲生交代不会有告别事 也不会有功绩 内心悲痛的 PO出一张小时候爸爸温柔抱着他 轻唱摇篮曲轰的照片 就跟当年李昆成替凤飞飞心肝宝贝写的场景一样 照片中流露出慈父满满的呵护与爱 令人动容 李昆成凝望儿子的眼神充满慈父 呵护与温柔 图李卓轩提供67岁的词曲创作者李成 亲自为凤飞飞的心肝宝贝作词 歌词中写道 倾听着喘气声心肝宝贝子 你是软的幸福希望 灼给你胜 望你精光 望你财情 望你赶紧大 望你追 健康活泼 无精受风寒 以自身经验生动又贴 描写母亲对儿子的疼爱 李昆成儿子曝光多张贵照片 记录父子的浓厚情谊 图李卓轩提供 李成的儿子李卓轩在脸书发文PO出一张老照片 照中李昆成坐在床边的藤椅 温柔抱着四五个月的他拍胸口哄睡 眼神相当深情 李昆成更亲手在照写下 多少次轩儿在爸爸怀中 听着爸爸哼着催 曲静静睡着 一张照片吐露对父亲的深深思念 不舍 李卓轩表示 父亲跟一般传统教威权的父 不同 个性相当温柔 从小几乎没有对他严厉打管教 翻开儿时照片 都是父亲抱着他到海边 在家客厅 甚至是躺着古老藤制的摇篮 温柔安抚 回忆 充满慈父对心肝宝贝的疼爱 李昆成替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作词 包括罗大又火车 青春舞 2000等 又因收藏2万多张古董黑胶唱片 被称黑胶胶 2012年与小40岁的女友林静恩项链交往 因爷孙恋尹 关注 李昆成儿子表示透露父亲离开时 家人 林 恩都在旁 没有遗憾 但表示将不会举办告别式 以基督教仪式 海葬方式送别父亲 同时吐露字 现阶段的状况 我没事 我很好 让我最心于工作 也最心于锻炼身体 我以后会更好 李卓轩透露 亲对他嫌少打骂管教 是非常温柔的父亲 图李 我最心于锻炼身体 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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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